最近,电影《风神》的女主妲己简直杀疯了 从上映前被说丑,到如今被封为天选妲己 每到出圈,暴涨70万粉 从私服到礼服,每天都被截图点评 造型被时尚博主真相仿装 刚开始,听说这是从全球海选出来万里挑一的妲己时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不满 认为妲己的容貌应该是心脸淘塞 眼若秋波婉转,甚至海棠醉日 觉得纳然长得太正直 不太符合妲己勾人射破的魅惑形象 但现在,看过的观众纷纷表示心服口服 主打的就是一个质疑咒王 理解咒王,成为咒王 以往的狐妖像玩弄人心的恶毒小三 这一版狐妖,更像一只被驯化的哈基敏 所以说,演技的加持 往往比一张脸的意义更大 当初,纳然从一万五千多份简历中脱颖而出后 直接就被送进了训练营 学中文,学舞蹈,学古琴,学礼仪,学武术,学表演 整整六个月的集训才把她打磨成现在的样子 只有几秒钟的舞蹈镜头,她学了一年 美感和技术兼备,不会让人觉得扭曲尴尬 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和模仿狐狸 爬出马车的这一幕 她简直是狐狸本狐,灵动又充满野性 鼻子先动,而不是眼睛 仅觉得观察四周,再慢慢站起来远眺 就像真正的狐狸一样 魅力完全是通过形体和表演来施展 她的每次呼吸和起伏都很神秘和抓人 天真单纯,空灵又新鲜 不仅有狐媚,还不是小动物的本性 九池肉灵这一幕,强壮的皱王,娇弱的打击 至柔至刚,头发纠缠在一起绕成圆圈 像太极一样美 为了保持角色神秘感,签订了保密协议 21岁拍的戏,等到26岁才上映 中间的五年时间,她都不能在其他影视作品中露脸 从零开始学中文,现在已经能对答如流 没什么口音,文言台词都不在话下 还一直坚持学明月,正准备考古琴八级 这么有天分,又耐得住寂寞的女演员 难怪大家越巴越上头 电影里糊里糊气,现实中却不知不漫 虽然演的是狐妖,但怎么看都不太新的样子 配合宣传时的造型,每一套都选得很好,简洁大方 全是同一个风格,各自绽放 谁也不需要避让谁的大裙摆 她的私服也是自然不做作 有发疯就大大方方录出来 不带假发片,也不塑造什么高颅顶 纪录片里美的不输电影 简直像单独给她打了滤镜 看得出来,她没戏可拍的这几年 也有在好好健身 羞怯中带点顿感,做事认真 却安静不张扬 有天赋,有实力,还特别沉得住气 从曝光的剧照来看 下一步她还将美初心高度 是伴一种冷艳破碎如产意的美 美妆博主们又有的忙了 咱就是说,这种又美又乖的女演员 居然现在才被我们知道 期待《风神》第二和第三部 也希望纳然能快点红起来 未来拍出更多的好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